最近,黄宗泽和吴卓熙齐上阵,号称用全明星阵容打造的飞虎之前行极战,试图重新勾起观众对港剧的热情,但遗憾的是,这部剧到了大结局,都没有掀起多大的水花。 好看与否,但从可怜的豆瓣评分,就能略感一二了吧,金飞片的出路不太顺畅,建议TVD是不是应该考虑另一个拿手好戏,往新喜剧方向下功夫呢?毕竟独特的港式幽默,曾经也是征服了不少人。 说起来,最近确实有一部笑调十足的港剧,有望成为黑马,冲出重围,这部剧的名字就叫做三个女人一个虚,OH。 H,不,是,三个女人一个因这部剧,其实是个裸底城,命途坎坷,拍了两年,播出荡西一推再推,终于可以见光了,也只是获得一个周波剧的下场。 但剧集一上线,豆瓣竟然打出了8.5的高分,狂率所谓全明星的飞虎几条街,作为一个压箱底都能如此争气,说他是黑马,应该一点都不为过吧,如此高评分,难道落魄的港剧回光返照,连周波剧都能翻身,仔细一看制作班底,这个裸底城好评连连,也不是毫无道理,首先是导演潘家德,单说名字,你可能不认识。 但说起他拍过剧,绝对有你看过的一部,比如,《行尸真机档案》系列《见证实录》系列,还有《冲上云霄》等等,要么是台庆剧,要么是收拾冠军,所以说,以攀倒的实力,这部剧还是有看透的。 再看看主角方面,袁伟豪搭配黄志文,两人在打call三六小时之后再度组成CP,也被赋予不少期待,尤其是袁伟豪这两年成熟得很快,去年单纲使徒行者二就收获了不少粉丝,而黄志文也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感觉,在三色台混迹多年,终于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。 具名三个女人一个阴,黄志文饰演的女主,就叫做方以阴,她是一个多重人格患者,主人格是个大律师,四人格是个疯婆子,第三人格是个胆小鬼,截然不同的三重人格,随时切换,黄志文此次挑战的这个角色,有点难度,袁伟豪饰演的立东家,贯彻了他一直以来的路线,蒙德莱又有几分剑,作为一条有梦想的闲鱼, 考了N4,终于过了律师师的他,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大律师,立东家自幼觉得自己伶牙俐齿,从小就喜欢对天对地,跟殉岛主任顶嘴这种算是小case,甚至在殉岛主任面前砸玻璃,也是不带怕的,因为儿时玩伴的鼓励,想做律师这个念头,早就在他的脑海生了根,长大之后,立东家好不容易才读完法律系, 但要想成为大律师的第一步,就是找个师傅拜师,没有人愿意接收这个菜鸟,走投无路的他竟然跑去律师咨询,但咨询律师知道立东家的来意之后,就表演花式拒绝,摆手尖摇头,很可怜,立东家被拒绝了,但更可悲的是,他这么大个人,身上的钱竟然不够付咨询费, 最后,得全家凑钱,才能把他带回来,天无绝的人之路,无意中,立东家在电视上,发现了自己儿时的玩伴方义音,长大之后的方义音,就是出色的大律师,立东家心想,有救了,但当年跟立东家玩的音音已经不是现在的方义音了, 他因为小时候的阴影,而衍生出多重人格,多重人格有多惨,当主角自己说,为了抑制其他人格的出现,方义音让医生催眠自己,所以儿时的记忆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,现在的他,是一个出色的大律师,有着一个令人羡慕的男友,一切的看起来都如此完美,立东家以为找回方义音,就能掰他为师,拯救自己, 所以他带上童年裸照,打算跟方义音相认,已经失去童年的记忆的方义音根本不记得立东家,还把他误认为变态,重遇的第一面就直接闹上了警局,当然,这只是立东家和方义音闹上警局的第一回合,再三纠缠,完美主义的方义音还是不愿意收立东家这个菜鸟为徒,逐渐,方义音被多重人格这个病折磨,越来越难受, 睡觉的时候,要找东西监测住自己,自己的情况也不敢告诉自己的男友,但要来得始终挡不住,最让他害怕的事情的还是发生了,沉睡多年的第二人格突然苏醒, 大律师方义音变身疯婆子波罗耶乃,波罗耶乃苏醒之后,直接在高速扔下方义音的男友,自己去机场飞去美国,急见荒唐,飙车,丢bra甚至,跟立东家一起鬼混,反正就是坐近方,义音想都不会想的事,三天之后,主人格方义音醒来,实力演绎,我是谁,我在哪,我在干什么的状态, 美心,内裤,见到这些遗物,说明波罗耶乃留下一堆烂摊子等着方义音,方义音却不知道次人格,占用自己身体的时候做了什么,当他发现次人格波罗耶乃,跟立东家有联系,便跟立东家开启了斗智斗勇的寻找记忆之旅,原来,波罗耶乃苏醒之后,不仅飞去美国做了一系列荒唐的事, 还帮立东家签了师傅信,答应做他的师傅,得知真相之后的方义音,当然再次拒绝,方义音不愿意自己的身体被占用,但他也没办法联系上,催眠师催眠自己意志次人格的出现,毫无办法,他打算约次人格波罗耶乃摊牌,但这次摊牌,方义音不仅没有成功,还被立东家碰巧发现了自己多重人格的秘密,立东家, 终于成功威胁他收自己为徒弟,既然被发现了,方义音就将记就记,让立东家成为自己的贴身助理,管理自己的人格,虽然,第二人格已经把自己搞得头昏脑胀,但其实这还不止,方义音还有第三人格,有了立东家成为助手之后,方义音决定引出第三人格,第三人格是个三无人缘,无名字,无存在感,无安全感, 因为整体愁眉苦脸,立东家给了他一个名字,叫做愁波波,愁波波胆小怕事,但做起事来依然惊天动地,一言,何就要自杀,动不动就要削发维尼,下晕方义音的男友是常事,立东家成为方义音的私人小狼狗之后,逐渐跟另外两个人格接触,所谓日久生情, 接下来的剧情,就算不说,你也能猜得各八九不离时,能看不能看,对于这部剧,网友的评价各有千秋,比如,黄志文的演技好不好,就见仁见智了,不过,on call中的banchestep就在这部剧中得到了满足,有网友都为这部剧沦为周波剧不止,三个人格,各有各的粉丝,论演技,黄志文一向给人干脸的感觉, 演大律师的人格还算OK,但疯婆子波罗耶乃和胆小的丑伯伯,反差太大,明显不是黄志文家喻的是style,而袁伟豪,因为一直走这个路线,看起来还算得心应手,剧中,还有些意想不到的新形象,有突破,也有进步的空间,说实在的,这部剧之所以评分8.5,与其说演员演得有多出色,不如说他保留了港剧的特色, 看这种万年不变的台词,还是说来就来,童年相遇,两脚无猜的梗,还是熟悉的配方,熟悉的套路,时而还加些搞笑的互对,为剧集增加了不少笑料,一种类型剧或者是地区剧的成长和衰落,都是时代进步和发展的结果,现在被看衰的港剧,想要东山再起,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, 就是以一个观众的心态去编剧,但同样的,不必放弃自己的特色,一旦失去自己的灵魂,就会像剧中女主一样,不知道是谁,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若是清喜剧就尽力去搞笑,若是类点就要使观众有共鸣,有色自然香,这个时代,观众只会看好剧。 有的主意,如果你在说什么,若是清喜剧的,若是清喜剧,若是清喜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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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若是清喜剧。